市政府公车处购买的12辆新式低底盘公车和一班公车 今天投入营运 其中为了符合基隆的地形 7辆低底盘新的公车的车距 比原有的公车短少1公尺 方便司机在基隆大小弯区路段安全行驶 提高服务品质 2 1 恭喜 由市政府公车处购买的15辆新式低底盘公车和一班公车 在热闹声中投入营运 其中7辆低底盘新公车的最大特色 就是车距比原有公车短少1公尺 更方便司机在基隆大小弯区街道中安全行驶 也大幅提升服务品质 11米的车厂车长12米 我们正在所谓11米 比较小的1米 不然我们基隆路很厉害 很返回 要返回不返回就马骨 还在去 还在马骨 所有大众运输满意度评比 永远在前三名的就是我们基隆市公车处 所以黄景泰在这里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给我们的张市长还有公车处所有同仁热情的掌声 谢谢他们为我们基隆市民提供这么好的优质服务 这次我们的滴滴板特别把它的长度缩短一米 让我们这些滴滴板在回转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同仁更方便 更方便在这些巷道里面做回转 新公车亮相现场也来了好几位 从台北和基隆特地前来赞瞎拍照的公车迷 公车迷的共同感觉就是基隆的公车车身有不同的彩绘 比起其他县市公车显得特别漂亮 还有不一样的彩绘 然后画出基隆的每一个不一样的景点 展现基隆的魅力 本身也是基隆七毒马林坑人的公车迷林鸿毅 从国小开始就立志当公车司机 到现在读大学了 不但为公车持续拍照 还自制基隆市公车 从老车到新车一系列的模型 连公车司机和公车处人员都抢着收藏 市长张通融也特地跟他拍照 感谢他的用心和对基隆市公车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